今天消息一旦来看最新画面 来仔细看了字有点小 但是标示的非常清楚 主要是中非两国人爱交争议 不是一直在延烧吗 中国大陆官方刚刚公布了 最新空拍画面 画面中其实已经很清楚 标示每一艘船只是哪一个国籍的 透过这个空拍画面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你看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他们是前后包夹了 菲律宾的海警船 跟菲律宾的补给船 中国的海警船前后包夹 菲律宾的运补船只 跟菲律宾的海警船 前后他们是要前往 这个仁爱交来进行补给 同时影片中 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 他们还广播了 那么从这一段 这个大陆官方公布的空拍画面 可以看得到 或许我们也可以拖一下声音 可以听一下 中国大陆广播中就明确的说着 他们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才让菲律宾的船只进去补给 而整个补给的过程呢 大陆的海警船是紧紧的包夹 前后包夹 这个菲律宾的船只 全程跟肩 规范菲律宾的船只到仁爱交补给 那这段影片呢 算是至今为止啦 就是针对仁爱交争议 大陆官方公布的最详细的一段影片了 那么大陆的海警呢 他们广播是用双语广播 除了用中文之外 他们还用英语来广播 好双语广播的方式 全程警告菲律宾的船只 这个最新画面提供给您 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 全球注目 这个日本不是明天就要排放 这个核污染水了吗 不过就在刚刚 日本朝日电视台最新报道 情况恐怕有变 那根据日媒的报道呢 他们是说这个排放核污染的水呢 恐怕会取消 那根据他的报道内容 为什么会取消呢 原因是 这个东京电力公司 现在已经正在准备要排放 这个核污染水嘛 那么从22号开始 他们随时都在监测 这个核污染水的浓度 那日本的朝日电视台说 如果明天早上10点之前 它的浓度呢 不到1500倍克的话 那就会依照计划排放核污染水 但是如果气象的条件不佳 海浪过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船上的海上监测点 没有办法进行浓度的测定的话 明天的核污染排放的计划 就会取消 这是日本朝日电视台 这个最新报道 提供几年